今天今天要看到是 這月九號的清晨 臺北市松山區的酒店外 發生了維歐事件 遭歐打的男子 因為從酒店要帶去 刷團的女排室比較漂亮 而且神似一言張軍寧 當時被害人要朋友先離開 沒有想到落單之後 被三名二廈痛打 造成他腿部骨折的多處撕裂箱 縫了九針 警方巡線逮捕嫌犯 將他依聚重党 還有傷害罪移送偵辦 天才剛亮 酒店外三名二廈 朝著一名男子猛力毆打 一旁還有一群同夥 就在路邊圍觀 遭毆打的男子已經倒在地上 在路邊嘔吐 惡煞人不罷休 警方獲報趕抵現場 但動手的一群人早已鳥獸散 回想當時情況 男子會遭打 竟然是因為這件事 我們還能把他放置 然後我一想到就是跟他們 那時候就跟他們三四個人下車 幾名二廈下手兇殘 男子到醫院急診才知道自己滿臉是血 兩邊臉上各四公分左右撕裂上縫了九針 左腳骨折還有多處擦錯傷 事發在九號清晨六點多 當時奇性男子跟朋友去酒店喝酒 結束時帶了一位神似藝人張軍寧的女配是藥序 惡煞眼紅不滿嗆聲 奇性男子眼看事態不對 趕緊叫朋友先搭車離開 沒想到自己落單遭到惡煞一頓毆打 被害男子懷疑當時酒店沒有救援 甚至事後也沒慰問 質疑動手的惡煞和酒店有認識 只因為別人的女陪侍比較漂亮 就出手打人 嫌犯最後被警方巡線逮捕 後續還會約談其他同夥 釐清案情 奇性被害人也會提告傷害 替自己討回公道 就台北 綜合報導